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邓伦俩顶刘书了,年度90后劳魔花落他家,演技实力兼备 2019年是90后演员崛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年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中的90后演员身影渐渐多了起来 比如在这个夏天,一部讲述两位少年成长史的陈情令 以及讲述励志创业和坚守梦想的小清新爱情剧《亲爱的、热爱的》 就同时让本市二三线开外的小明星李线、肖战、王一博成为新近顶级流量 与此同时还有杨子、邓伦、敖豪、周冬瑜等众多90后明星所带来的影视作品霸占了观众的生活空间 这也不禁让人产生一种疑问,今年真正罢评的90后演员究竟是哪一位呢? 首先大部分观众和笔者一样想到的都是杨子和邓伦 杨子在今年有四部作品上线 分别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我的》 《莫格力男孩》和两部电影《沉默的证人烈火英雄》 在这四部作品中有三部是女主 存在感非常之强了 在这四部作品中杨子便已经证明了自己拥有的流量有多大 同时也展现对于拓宽的渴望 在高流量和作品的加持下 杨子一度被认为是年度90后劳模 然而杨子其实只能排在第三位 他与邓伦一样都是上线了四部作品 邓伦与肖战、李宪、朱一龙三人一起被评为 《新四大流量》小生足以证明他的人气 而他当下主演的《海棠精语》《胭脂透》也取得不错的收视成绩 在今年交出四部电视剧作品的他实力和人气都得到了进一步认证 排名第二位的其实是欧豪 在与马思纯分手之后 有不少人一度不看好欧豪 因为大家认定他当初吃软饭 不过欧豪用作品正面打脸众人 欧豪在今年的流量不是最高的 但他的全面性应该是最强的 他先后交出了《烈火英雄中国机长》 《我和我的祖国三部》 大制作主旋律电影 自己主演的《铃儿走险口碑》也还可以 再加上电视剧《山岳不知心底事》以及《戴映的八百》 在《九零后男星》当中 他就是出演商业大片最多的那一位 其中离不开导演刘伟强对他的器重 最重要的还是欧豪与许多《九零后小鲜肉》走完全不一样的硬汉小声路线 再加上演技确实不差 颇有特点的他自然就能被观众所记住 再来说说今年上了六部作品的彭玉畅 他在向往的生活中表现不错圈粉 在影视作品上却因为电影 小小的愿望翻味问题一度引起热议 当然大部分网友还是站在他这一边表示支持 除了这部电影之外 他还参演了电视剧《都挺好主演奋斗吧》 《少年和电影回到过去拥抱你我和我的祖国》 以及定制短剧《未来的秘密》 一年之内几乎罢评 彭玉畅成为年度九零后罢评王 其实可以遇见的 他的长相不算传统意义的大帅哥 但是长得有辨识度而且耐看 再加上提名过《金马影帝》 有实力又有一定影响力 所以不少投资人自然就愿意找他拍戏 杨子、邓伦、敖豪、彭玉畅 《四个人》是今年影视作品数量最为突出的几位九零后明星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肖战、李宪、古丽娜扎也有多部作品上线 他们其实都可以称为劳模 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些作品中 观众也看到了这些年轻演员对于角色的可塑性 未来一段时间的影视圈就靠这些人称己